Puma Hoops Camp 試打會搶線登場 光邀許多專業球員前來共享勝舉 包含近期剛加盟T1 台南台港獵鷹的李漢生以及呂冠婷 休賽季期間有機會參加這樣的訓練營 兩位球員都表示 感覺好像回到熱血的學生時代 還蠻開心的 因為好像回到那時候高中時期 大家在一起那種Nike Camp 辦那種 就是在辦那種Camp的感覺 夏立營那種感覺 對 就是沒有工作上的壓力 就是真的就是享受在 在這個訓練營的這個活動當中 所以我們就會享受在 今天的一個活動這樣 除了有專業球員 現場也聚集了許多 我們熟悉的體育主播 以及籃球YouTuber 一同在場上較勁 疫情的關係 好久終於 我們也很少三個一起 都有機會參加一個活動 然後可以體驗新的球鞋 然後今天又這麼多職業球員 是時候了 該是我們 對抗了吧 彭卓鎮說 他一直很想要跟職業球員 來點對抗 這是他期待的部分 期待跟南輝一局 怎麼會有 絕對是李漢森的啦 好不好 他回到台南 要讓他來一點震撼教育 哇 你說要讓人家震撼教育 哪裡來自信 你不能穿新球鞋 就是有自信嗎 應該是說 等漢森回台南之後 給我們一點震撼教育 包哥那個 包山包海 包籃板 包得分 包助攻 他今天沒有拿個大三元 他真的是不能回去 收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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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哥在旁邊有點累 他現在看起來眼神有點害怕 沒有啊 那個都是損友啦 對對對對對 因為我通常在這種訓練營 我都是擔任教練的角色 其實應該會主要讓他們上 就是說年輕人 然後在這種訓練營 多練一點體力這樣子 如果年輕人頂不住的話 我們這邊還有張揚智如 還有紀元 對對對 就是比年輕人在這個 更老一點的中生代 如果連他們都頂不住 那才是我好不好 對對對 所以我跟 我跟賢哥是最後面的那個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團名有什麼取得嗎 團名 團名喔 我們就叫做 標馬一級棒好了 這沒有套好啊 好的 我相信標馬一級棒 今天也會很認真的 以求會友 畢竟難得能夠與職業選手 統場較勁 一定是非常難忘的體驗 為了體驗採訪報導